成是這個格式化 裡面的話變成就是 會有兩個迴圈 一個是列迴圈 for i 一個是藍迴圈 然後先判斷是不是裡面 有資料 不等於空的 才去做那個weekday的判斷 那裡面的話就是底色 這個是深綠色 這個是淺綠色 然後再來是禮拜天 等於1的話 然後就是紅色的字 加上黃色的底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還原的話 直接就range 把它一整個範圍的話 整個就選起來 A2到這個L32 然後它的字的顏色改成黑的 底色的話改成沒有顏色 這樣執行就ok 所以最後看到結果就類似 漲這樣子 按下去 自動 把顏色加上去 再按還原 ok 那如果假設你要換日期的話 比如說換成2021 1月1號 有沒有 底下的話 因為它底下這些都跟著 跟著它 所以它改 這邊改 然後底下也跟著改 全部呢就是 會按照那個 100 這個 10年 1月1號 然後格式化 還原 ok 那基本上的話呢 這個地方大概 這個範例大概就先講到這裡 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日期 跟時間 它原則上大致上 比較重要的部分呢 大致上就這些啦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看 第四個單元 所以請各位待會 幫我再開啟那個 其他練習題 有哪一些呢 比較常用的 ok 比較重要的範例 我們也許先講 那請各位待會再開那個 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那這個把它關掉 儲存一下 ok 那黑名單篩選這一題 其實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你們可以看到這裡 再來就是黑名單篩選 它主要分成三個工作表 1 2 3 1的話呢 指的就是說 這個是我要查的 到底這個是不是在黑名單有 這個有沒有 一直在推一直到往下 所以你可以砍錯向下 一千筆啦 等於是999個人 不過其實底下還有啦 因為這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學生的問題 我把它拿來當成那個 上課的練習題 因為它每天都要查資料 也就是說你要 它查的是什麼 這個範圍的資料 在另外一個範圍 就黑名單 這個就黑名單 這黑名單 大概砍錯向下 兩萬兩千多個吧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資料 在這個範圍裡面 是不是黑名單 那如果是的話呢 就幫我查出來 所以喔 這個查詢名單要查這麼多 假設 999個 去黑名單裡面找找看 那找完之後 如果是的話呢 幫我把結果 給放到這邊來 那這要怎麼做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的方法 那當然喔 當然不是像土法煉鋼 如果土法煉鋼太花時間了 這裡的話呢 其實主要我們會用到 一個蠻簡單 卻非常好用的一個函數 叫做Count if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找那個 統計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叫做Count if的函數喔 那當然他是 跟Counts還沒有關係的 也跟If也沒有關係的 Counts是算什麼 算數字的 那If的話是邏輯 所以喔 也就是說會多一個條件 假如什麼條件發生的話 那我就 幫你算一下 Counts是算 找到 所以喔 其實如果用Count if來做的話 按確定 他會問你說你的Range在哪裡 Range指的是 是黑名單 所以喔 也就是說 如果我假設 用Count if來算 到底 這個查詢名單裡面 有多少個是黑名單裡面出現過的 那 這個第一個一定要用Count if 第二的話呢 就是 我要告訴他說 Range 是幫我去找一下黑名單 那我找哪一個 找這個criter還是這個 這個Email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出現 有的話呢 那就是 就可能回來 就是 次數啦 就是 找到的次數 理論上是 在黑名單裡面只會 因為不重複嘛 理論上 有就是1 沒有的話 就0 欸 所以呢 這個地方喔 要怎麼樣下這個條件會比較簡單 不過 當然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將來像Range 就範圍喔 就範圍喔 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喔 我是建議喔 最好是可以定義名稱 用名稱來代替範圍 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 而且的話呢 如果配合VBA 程式也比較好寫 OK 因為沒有雙影號啦 OK 那如果你 你不用定義名稱的話 變成這樣 點一下 黑名單貓喔 然後範圍的話 是這個 Ctrl shift向下 當然或者 其實也不是說很複雜 可是呢 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公式喔 就會變得很冗長 有沒有 而且你如果等一下向下填滿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你必須在2的前面 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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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這邊喔 前面要加一個前的公式 如果你沒加的話 發香那天馬會錯 那條件的話就是什麼 條件是這個 OK 按確定 欸 怎麼會得到什麼 發現錯誤 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查詢名 啊 不對 因為 這個應該是 什麼 黑名單才對啦 所以工作人員這個應該改一下 黑名單 好 一個 那一樣的喔 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全部查完 你會發現 如果 黑名單有的那就是1 沒有的就是0 欸 那這樣不是很快就查完了 那如果我要留下是1的話 那 我們就可以上面再用一個所謂的篩選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篩選 喔 用資料裡面的那個篩選 然後篩選的部分的話 篩選在這裡 露頭 OK 留下什麼 留下1的部分 然後呢 把這個1的部分資料喔 Ctrl-Shill向下 然後Ctrl-C 再來的話 怎麼 就可以把它貼到A1這邊來 那名單 就全部查完了 總共27個 OK 喔 所以喔 最後再把篩選取消掉 所以呢 如果說齁 我們最後啦 其實齁 con if 配合篩選 其實就已經可以 幫我把什麼資料做比對喔 兩個範圍 資料有沒有重複的 比對一下 那其實就是con if 加篩選 就可以大功告成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齁 打開黑名單篩選齁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齁